AudioJungle 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的重要人物吴松庆之子 他写的《黄金历荡》1949年大陆黄金运台时末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 被评为有关黄金运台的最详尽客观之作 蒋介石下野期间1949年1月到1950年3月1日的总裁办公费 1997年9月彼者回台湾担任短期访问教授 留台期间在先付的一个公文柜中找出一张借据 这是四十多年前彼者刘美时为筹措旅费 先付向金国先生借的新台币6万元 当时和美金1500元 看到这张借条上应有主济市主任赵志华 并提有奉准赵借四个字 彼者来美不到一年如数归还后 把借条拿回这张借据上的赵志华 1962年12月他在这张借据上签张时 担任国家安全局主济市主任 据他说签批凤准赵借 当然是奉奖金国当时担任国防会议副秘书长 统一掌管情报之命借的 这张借据是先付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向人借贷 父亲当时刚从连勤副总司令退伍 全部退一金才十万元新台币 是2500美元担任唐荣钢铁公司董事长的新职 这是台湾经济起飞前做公务员的迥态 相信这是在三四十年前台湾军工 教人员及家属所共有过的经验 从1997年的电话长谈中得知 赵志华于1949年到1950年间在市从事工作 2006年我们在美国洛杉矶又有多次机会长谈 才知道先付金管的财务署的军费 也照顾了下野的蒋介石总裁 赵志华回忆到 在西口期间 他在第九组组长陈顺庚 当时总裁办公室编制总共不到一百人 大家都没有薪水 每个月下公权到宁波市银行去接伙食费 随从人员生活很苦 赵志华说 三餐只有酸菜 毛豆等蔬食下饭 偶尔大家吃点昏肉 旧爱总裁骂 在离开西口转往马公 上海复兴岛前后 曾得毛人奉周级银元四万块 另据是从医官寻完 于1991年回忆中外杂志 而后财务书署长吴松庆及先父 为我们带了银元来西口 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 和曹盛分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月公 群 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 但没带到 1949年7月10日 蒋总裁应菲律宾总统纪李诺之邀 有必要会议 8月6日 应南朝鲜李承晚总统之邀 有震海会议 在这之前 据赵志华说 先赴以军费结余16万美金 交总裁办公室 方得出国访问 譬如到菲律宾预算为5万美金 包括购买珊瑚等礼物在内 在1949年蒋介石付值前 毛和先付转播的这两笔 判则 据赵志华记忆 除了宁波市银行的少数生活费外 是总裁办公室仅有的两大笔收入 1950年1月 父亲有一则记录颇刊完位 顺更来办公室 送来账单一碟 主研究及遥网公园座后 说蒋教育长 按指金国有失转达 但吞吐其词 此以为第三次 不知究为何事 实属不解 以后几天里 两人又见了面 但始终没有再记此事 关键在于这叠账单究竟是谁的 如果是蒋经国的 依他当时的职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应该不能向财务署直接报销的蒋介石到三月才复职 金国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才有政府公职 如果是总裁的 那就无需吞吞吐吐了 先复不是搞政治的人 换个人 这就是拉拢蒋经国的良机 有何不可解呢 也是明知互问的 要站稳脚跟 不愿去做讨好奉赢的事 世界各国退休 护刚离职的总统 多能以公费继续维持一个办公室 虽然当时国民党政府还没有建立此制度 陈顺庚向先父替前总统要点生活费用 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何况总裁办公室 他们生活也是自我克制的 没有大吃大喝 其实是十分辛苦 如果不是赵志华说出这些生活细节 大家不会相信在蒋身边会这样苦 早年中共宣传的蒋介石 是一个腐败集团的中心 台湾也有些人以为两奖强人时代 党国不分 如果真的不分 在掌管 这许多金银美钞的笔者父亲那儿 尽可于取于求 蒋总裁身边的人生活 何必那样寒酸呢 董德成老先生最近告诉笔者一件颇有趣的事 那就是财务数掌管的钱 在蒋介石复职之后 就成为总统府的小金库 在50年代台湾经济尚未起飞 预算很紧缩 总统府总有些额外的需要 先付就记下了一项 宋林可胜出国5000元美金 林可胜教授是国防医学院的创始人 Roberto K.S. 01897-1969年 1948年12月出任卫生署长 1949年5月辞职 赴美任伊利诺大学医学院访问教授 是英国爱丁堡大学毕业的医学专家 这些都是蒋总统为公家的支出 联合报拿去了多少黄金 2005年2月号的台北传记文学 有一篇颇有趣的文章 为习贤得著王蒂武 王永涛 与民族报决且的相关考证 细细一读才知道 联合报系的崛起 与第二批黄金军费有关 王永涛就是王一芬 就是派驻台北收支出的那位处长 那时全国有二十几个收支出 当然 台北收支出的处长有些特殊 是讲的亲信 帮忙看管军费金银 王比起先父要聪明太多了 他已经想到用些军费金子 去发展自己未来的事业 1960年以少将推武 就变成台北民族晚报报社的发行人 在1987年报近开放前夕 报载王的家人想出 价量一新台币卖掉 当时记得有人愿出一亿来买 那也有三百万美金 但没谈成 后来不到半载 台湾报金一开 大概就不值那么多了 现在请看这些蒋介石周围的亲信人物 怎样把老百姓的金子 作为自己新闻事业的开办费 当然名义上 大概是为党国办报纸 习贤德在传记文学上是这样写的 联合报戏案 包括每周世界日报 2008年约年赚美金 200万元会回台湾能有今日的规模 一般人都会推崇 这是王提吴先生 睿智和魄力的心血结晶 但是若要论及联合报前身全民日报 民族报 经济时报联合版之前民族报时代的创业故事 早年真正令替劳感恩戴德 而视为挚友的王永涛先生 才是全力扶持当年民族报逐步茁壮的重要幕后金主兼重要推手 到这里 读者不禁会问 作为一位少将收支处长 有什么经济能力开办民族报 又有什么力量做王提吴的重要幕后金主 且看习文怎样描写先富财务署的这位下属王一芬永涛处长 1949年1月21日 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前 特别将王一芬由国民政府警备司令部军需处长 调往台湾 担任连勤总司令部案 中间还有财务署台湾收支处主任 王一芬的继配王爱云为浙江凤化人 故在此威仪震撼的关键时刻 能受到层峰 高度信赖 成为协同看管 抢您来台的80万两黄金案 有物 白银 外汇美钞等国有才资的重要角色 读者到此大概也明白了 西恩写的王一芬 便成了掌握运台黄金的主角了 或许已认定 他是负责看守整个国库的 连提到国库黄金总量 也少得离谱 案 其实笔者有关军费黄金的来龙去脉 早十多年前 1996到1997年同一杂志传记文学就发表过 但还是没有说清楚 王一芬怎么会让王屁武感恩戴德是他恩人 但这里面又牵扯到陈诚与蒋的权力角逐 习文继续写道 依照叶邦宗所著蒋介石密史 我在官邸的日子 于一段刀刀刘白的历史艺书所述 1947年底 彭梦基于228事件之后向中央建议 台湾需要派驻一支部队并规划人选 军务局长于继时 乃向蒋中正总统建言 由于大陆情势恶化 台湾是最后的落脚地 必须以精锐的亲兵囤住 于是搁置彭梦基自行与为规划的建议人选名册 官所全部都由总统府警卫总队派任 主要干部名单为 警卫总队副总队长 任是贵少将为旅长 于继时的基奥刘铁军上校为参谋长 总队副王瑞忠上校为第二团团长 其他营长 连长 排长 班长全由官邸派出 浩浩荡荡于1948年2月来台成军 这里的王瑞忠就是王涕武 习文继续写道 东南军政长官公署陈诚 突于一 949年5月下令 将王瑞忠上校调为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高级参谋 改派追随陈诚多年的汪凤增上校接任 但官邸人马除了蒋总裁 于继时 一向无人能下令替换 此举立即引起第二团全团官兵大华 几乎演成兵变 结果 汪上校没有到差 原团长王瑞忠抗命不交 仍旧躲在台北市杭州南路前 联勤总部案 及财务署内 由该团看管的黄金仓库里头 这个仓库的门需要三道钥匙会合 才能开启进入内部 彭梦基虽派了很多刑制人员 四处抓拿失踪的王团长 但毫无下落 但毫无下落 贪迫 考虑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